你還在罵人 老少爺沒有罵民進黨 當然不敢了 廢話事 你在那裡找吃 沒辦法的 那我們這些百無禁忌 當然 對不起 講了一遍 即是 阿超你現在要明白一件事 文本就很重要 我們傳統中國人幾千年 縱然你是沒有民主制度 你最好聽人民的聲音 知道那件事 現在是容易做很多 因為現在不單止是民調 民調是其中一個工具 是不是? 你可以找一些focus group 你問小學那些人知道 有代表性就找我這些 有空開會 不用找我的 你聽我的視頻 這些人有代表性的 即是比較精英 想事情 這些你要留意 這些人的見解你要聽 還有就是大數據 是不是? 這個就不用了 你找IT做就行了 即是現在網上的人在說什麼 大家留言 是有影 我經常提醒大家 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了民主派代理發言 發言完又 他又找吃 跟著他又不想搞那麼多 很多不好的東西 民主的弊端出來了 但是你直接說話是最清楚的 因為呢 你這份你的壓是改變了民主派的手勢 所以就是這樣 我這家民主派是很縮骨的 但是為什麼19年的時候他這麼一聲衝過去呢 被民眾帶著去 那這個其實是香港的人 共業來的 搞成這樣就 現在不是說對還是不對 歷史就是這樣 歷史是衝突的演變過程 所以現在就完了 但是現在新時代呢 大家要發揮這個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永遠有用的 power to the people 怎樣體現呢? 大家留言 吵吵吵吵吵 自己都感覺到 民建聯就感覺到 不要搞交代了 就無論如何交代了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阿超違反民意而行行不行呢? 現在拿著三萬支槍 自己知道的 不要說你拿著三萬支槍 拿著百多萬解放共產黨 他都知道 人民汪洋大海一旦起波濤 你沒有可能控制到的 所以他要小心 共產黨會小心 會小心民情的走向 鍾認他是極權社會 那大家要明白了 所以大家有這個能力就不要浪費 也不要減少你發表意見的機會 你不要說沒有 百里巴閉而已 幾萬人聽 你不需要 你幾百人 是不是? 你在Facebook你自己follow 你自己喜歡發表意見已經有了 有幾千 一千幾百人很多人有的 親戚朋友這樣 夾起來 你說夾起來就可以了嗎? 是會夾起來 自然夾起來了 在IT的年代還可以成為一種 可以收集意見的渠道 是不是? 我們這些呢 教會有腦去做分析的意思 是不是? 我們教會有腦去做分析 就定到大家是覺得當政的人 就是老師來的嘛 那就超你聰明了 多些聽我們說的話 那就明白了 我們這些 是不是? 普道眾生而已 是不是? 最緊要 是不是? 研究一下 有些不是 有些有立場 有立場 如果救客觀 有些學術頭腦的 那他總有一些研究給大家 好了 講遠了 講多兩個小話題 另外有遠民安 是不是? 這兩天 昨天也做了節目 黃標 啊 沒所謂了 一條半條 不要問奇妙 遠民安有什麼事呢? 當然我會留意到呢 令到泛民尷尬就是這樣了 因為基本上其他泛民 一講遠民安 是不是? 就是國安啊 什麼都差啊 跟著呢 政府迫害啊 香港活巴啊 尤其是海外那些 因為他們的方法就是這樣 是不是? 所謂有人出來罵政府 或者罵國安 那他們就在他的角度了 有一個說法就是他是周庭 這個故事一樣啊 我第一時間就說呢 可能他抄周庭的故事講出來 所以反駁到沒有出來駁他 可能嫌他太多了 是不是? 就是遠民安 你令到泛民尷尬 你撐他不撐他呢? 我特別留意的 我也留意的是留言 我這裡留言其他地方的人留言 不管你那些人的立場是怎樣 我沒有聽過 就是其他那些 有人留言罵鬼那些 就是在我那裡留言罵別人 我都留意的 我猜是的 因為我猜到他們的風格是這樣的 國安啊 迫害啊 遠民安受害啊 就是第一時間把他包裝為民主派受害者 是吧? Pay victim就是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有時候就欠缺公道 反而那些人受眾呢 大家都進步一下 就是我覺得 就是是其是非其非 或者客觀點看 是不是? 仗然你是稍為偏方 都不要緊 但是你不要 不要再是以前那種大方向扭曲的東西 就是19年很厲害 推了整個運動出來 但是惡果也都出現了 是不是? 過猶不及了很多東西 那麼遠民安就令到繁衛很尷尬 究竟你的定性是怎樣呢? 而你發覺一般人是清楚的 香港政府的官員都信得過 這樣判這個是冤獄來的 你試試勉強地說 以前可以的 你知道誰的了 明明他是騙錢的了 收了黎智英的錢 是不是? 不出聲 明明是因為去泛民 其他人撐他 是不是? 現在雖然有份坐牢而已 坐牢就慘了 那些行為難道不應 我會告訴你 時代變的 有了無聯網 一般人其實是深水清了很多 而且懂得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以前就說 你這個人 你知道互相 這個是共產黨叫的 總之不是派 是那些壞人來的 那些是假的 你信了一些 其實好像信宗教那樣 信了一些教主 教主說的是對的 民主派很多教主 KOL也是一種教主 你看香港那個 他講的 這些叫做移婚 想事情 很簡單的 多方 多元去想事情 你自然進步了 你見進步的制度 進步的社會的人都是多元去想事情 不是說你是民主派什麼都對 不是民主什麼都假的 懂得看它真真假假 是不是? 懂得分辨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再一次呢? 我覺得這件事就有少許體驗事 就是那些泛民是有一種 慣性的一個模式去套在這些事件上 但是你就出事了 那不止一次出事了 是不是? 套下去 套下去 袁巴又出事 套下去全主見又出事 你套下去清奇易得道又出事 是出事的 是其他人不同意的 那你要想一想 那些人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你講得 你是KOL 你講得好像很有道理 而你背後有立場的 行了 我要推 帶風向就是這些 但是這些呢 這次又是一個教訓 那些人是會有不同的看法 是會很出奇的 突然間跟你完全不同 那你要警惕這些 不是叫你討好這些民粹 如果你覺得是不對的 你就不要站 就是你不要隨便去討好 是不是? 大多數看英美媒體 不喜歡 不喜歡巴勒斯坦 哈馬斯 完全不同情 但是我個人是非常同情 是不是? 我讀的書都是這樣的 接著那些是現在美國左炮 美國開始有 美國開始有學生運動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信號 沒有了50年了 學生運動 出現了 因為同情 不是同情自己 不是沒有民主 沒有民主 沒有民主 被極權迫害 純粹同志 幾千里外 一些恐怖分子 校園裡面那些大學生 大學生不懂事 你看看 漸漸 因為他們在美國 他們自己想的 是不是我們的國家 被華爾街那些 猶太人控制著呢? 他們的反彈 政客你知道 就不說這些 當然不說 得罪 原來他們都有不能夠得罪的東西 那這些就是我們旁觀 其實他們有條件來看多些 聽多些 但是很多人就簡簡單單 這些是疑分 是吧? 講完了 就是宇文江是一個例子 其實什麼巴勒斯坦 你想想一下 客觀看地 他的歷史 大多數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聖經話給了他 那幅地是他的 不可以這麼說的 Anyway 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這些都是令大家進步的 宇文江其實這件事 是令到一般評論者應該進步的一些 你做多些功課 還有你要客觀點說的那件事 不要簡單單單 迫害又被迫害了 又一個流亡分子 還有抄了周庭的版權來的 周庭可能是真的 他可能不是的 為什麼你不懷疑這件事呢?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近的呢? 這個故事 因為前面有一個故事 但後面那個人都說 個個都覺得是 但是是不是呢? 可以存疑的 我第一個存疑為什麼呢? 周庭是重要的 他變節就是重要的 中華人都重要的 但是阮民安不重要的 他變節 根本沒有 我是說 蠢到這樣 那我就好笑了 你不是社會研究能力這麼低 這個人不能給周庭的 但是竟然你那些KOL 黃絲的就把他跟周庭比 當作是同一件事 這個真的差了 這個能力真的差 又得罪人了 好了 五十幾分 講多一個話題 就是紮鐵工人 失業 這件事是一個警號 我告訴你 是一個警號 就是說 阿超小心這件事 現在呢 我看到就是做一些很表面的事情 我看到有段新聞 笑出聲的 走去開個會 還是什麼 就是發展 什麼局 發展局 跟那些地產商說 哎呀我們要走烏烏的 你們要跟啊 就是說 要僱主本地先 那現在鐵的事實就是 七八人在排隊等著工 擺明你聽是他們不跟 那你開個會 跟那些發展商來 我們走烏烏的 你們要跟啊 記得啊 有什麼用嗎 對不對 所以你說 這些官僚做事 什麼發展局 那些那些人 就是那些官 阿超 你說 行了 我們表面猜過了 我們做了工作了 跟著 要輸入外勞 那就找張宜仁出來說 啊 你可能是施命清出來說 生產成本高 怎麼有競爭力 沒有競爭力 我們刮啊 經濟刮啊 大家都沒有啊 那你那些紮鐵佬去轉行 你把工給了這些 國內 是不是 你國內那些 他做保安這樣的錢 兩萬兩萬很高興啊 走來做紮鐵 那你們四五萬嘛 那你們讓個位給他 自由經濟是這樣的 以前你問一下 那些西子大學會那些 不就這樣說話 自由經濟大了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那些左膠說那些 好啊 不要啊 你看著 很快 星星之火 就是這些地方出現問題 因為不只是紮鐵 跟著你可以說 怎麼搞的 這麼高人工 當然了 當然了 沒有競爭力 可以賴著一些 可以抹黑它 這幫人 你見到都是算錯的 準備轉行 那樣 除了鬧之外 悶之外 你溫時你不知道警惡在哪 是吧 他們第一步 就是我們傳統的出來抗議 其實是抗議 是吧 那當然他們還沒出事 還沒搞出事 但是呢 其他人 其他工種 開市 那些資本家就拿了 就是 永遠是很合藝 看著那個數字做人 我能夠便宜 我為什麼要跪呢 接著就找一些KOL出去 講自由經濟的重要性 競爭力的重要性 是吧 我們要跟深圳競爭 我們遲早要跟深圳競爭 但是你願不願意呢 香港人 經濟有了成果 全部就是不顧香港人 才顧大陸人 我們是不是融為一體 是就真是吃窮他了 老老實實 是吧 不是的 現在你必要時都要自己搞定 那你當權的人怎麼樣 阿超你懂不懂這些事情 講真據 如果香港有事也是你的責任 那你有事是因為你輸入外勞 輸入外勞 因為裏面有些地方領導 資本家給壓力 你答應了 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就弄你炭 這個是警告來的 就是說五一勞動節 幾天前 竟然有公有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輸入外圍失業 幾百人就是很小事 但是這個 在國安學業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大事 而且一旦成為 當然你可以罵 當然是海外的KOL在做這個 我是蒙少大 我會很留意這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 當然啦 李卓人也很留意 不過我坐牢 動不了 但是我說 全球工人是無組過的 一說這句話 你幹嘛理你共產黨 還是李家超 什麼政府 你應該是工人的權益 全世界的工人都會出聲 這個 道德力量是無得說的 是共產黨也要承認的 所以這裡是隨時會出事 我覺得 雖然沒有很多人 因為沒有很多人 關心這些紮鐵路的事情 但是其實這個是危險的警告 我們都要留意啦 當然我們是站在正義那邊 是不是 站在正義那邊 要保護香港工人的利益 是不是 這樣香港還可以穩定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就一起吧 一起吧 一起吃黃家飯 反正沒得做 還是黃家飯都轉了去 監獄可能外判給深圳做 就是 就是 警察外判給深圳做 你以為這些人不會人 你給自由經濟的人講話就是這樣 講講一下就 監獄都扔了上去 他的管理便宜很多 到時你找這些 太平紳士上去 天天上去巡住 起碼他做了一切事情 跟足法律辦事就行了 不用這麼貴嘛 那你那些紐記 會失業的了 好 講完了 長氣了一點